中國的擴權行為 也經常是透過法律戰 或是扭曲歷史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 就是非常顯著的例子 臺灣會自力維護區域的和平穩定 不卑不抗 維持現狀 近年來 中國在東海南海擴軍 不僅僅在台海進行軍事演習 也和俄羅斯在南海西太平洋 進行海空聯合軍演 就在這個月 北約峰會聯合聲明更指出 中國是惡物戰爭的關鍵支持者 中國威權主義的退外擴張 除了對周邊國家進行軍事恫嚇 也藉由外交打壓 經濟脅迫 網路攻擊 散佈錯假訊息等手段 不斷提升灰色地帶侵擾 破壞區域的和平穩定 此外 中國的擴權行為 也經常是透過法律戰 或是扭曲歷史 法律是公平正義的防線 歷史是自我反省的禁止 也不能夠拿來作為對外侵略的藉口 稍後各位 將探討的聯合國大會 第2758號決議 就是非常顯著的例子 藉這個機會 我要特別感謝美國政府 以及歐洲議會等國際力量 分別透過公開說明或決議 反對中國錯誤詮釋聯大第2758號決議 與一中原則不當連結 企圖用來限縮台灣的國際參與 並且建構中國武力犯台的法律意義 我要強調 中國對任何一個國家的威脅 就是對世界的威脅 台灣會盡一切力量 跟民主夥伴共同撐起民主保護傘 讓民主夥伴國家 免於威權擴張的威脅 其所促進世界的民主和平與繁榮 這是我們對國際社會的承諾 也是台灣當前的全球願見 台灣將以和平四大支柱行動方案 作為行動指引 第一根支柱是強化國防力量 第二根支柱是建構經濟安全 第三根支柱是加強與民主國家 肩並肩站在一起 共同發揮威脅的力量 以備戰來備戰 靠實力達到和平的目標 第四根支柱是穩定 而有原則的兩岸關係領導力 我們知道各位國際友人都很關切兩岸關係 身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一員 台灣會自力維護區域的和平穩定 不卑不亢 維持現狀 我們也願意在對等尊嚴的原則下 以對話取代對抗 交流取代唯獨 而中國進行交流降低衝突 達到台海的和平穩定